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两个模块 一个是登录模块 一个是后台管理平台 这两个模块呢 虽然在前边呢 在项目前准备 给大家完全的开发过一次 但是这也经常是一些 第一次做项目的 一些初学者吧 他们经常在这迷茫的地方 那这节课咱们在有登录了 又后台管理平台了 咱们先从 这个频道开始说起 系统管理 那系统管理呢 分为三部分 一个是常规管理 公告管理和 有情链接 这几个都是 因为咱们这个呢 尽量做一些 尽量少用一些 重复的功能 比如说 公告 其实有情链接呢 这是让你对比的是常用的功能模块 而系统管理呢 是跟数据表没关系的 像这俩都是对表的增产观 增产诡查 而这两个是对文件的一些处理 那比如说 咱先看一下 常规管理呢 一共里边 分为 这个呢 我把设成一个模块了 看这是一个模块 添加公告 那看一下常规管理 这个 模块 我们还是先从控制器看起 它属于后台设置 控制器 这里边呢 分几部分 一个是系统信息 一个基本设置 一个更新缓存 先看一下 从 先找一下 基本设置里边 用这个控制器来管理的 首先看一下 系统信息这个操作 因为它这里边 一点这个 它只有一个 获取整体的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呢 也是一个后台常用的操作 包括看一下 我这里边只是简写了一些东西 包括看的就是 服务器的信息啊 域名啊 PSP版本 GDQ的版本啊 还有FreeTap 一些字体啊 和MySQL的版本 和远程文件的 是否支持啊 文件上传的大小啊 然后数据库的一些使用率 和脚本的最大支援时间 那这些呢 通过P2P的处理呢 都是可以得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系统信息 只需要一个Display 显示一个模板 那我们就看一下 在这个模板 在哪 嗯 嗯 嗯 这里边 系统信息 这个 哦 这个交换文件 那我们这里边用的一个forH去便利的 所以呢 我们只要能获取到这里边的系统信息的一个数据数组 我们就可以去便利 然后这边用上了一个格安换色而已 格安换色 然后有个键和选项 什么位置 什么值 那这个系统信息呢 如果在这里边一个月获取系统信息呢 那嗯 流程上就复杂了 所以呢 我想我就把那个系统信息做成了一个单独的一个类 去获取 或者是做一个函数获取 都是可以的 那单独类获取呢 他又不需要操作数据库 所以呢 我没有必要把它写到model那个目录下边 所以直接用一个类放在class目录下就可以 所以这获取系统信息的类 我们是在 这个下面 看一下 公用的类放在这个下面 所以里边有个系统信息.class.psp这个类 这个类 看一下 当然我可以用一些静态方法 当然这里边用没用静态方法 用公用的方法 好吧 然后我在这里边只要创建一个对象 如果用静态方法的话 你就不用创建对象 直接可以访问了 然后直接得到系统信息 把数字分辨过去即可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类怎么写的 这类其实很简单 就是 我需要获取哪些像 就把它设成一个私有的属性值 私有的属性值 然后如果能直接获取的 就直接给它复制 如果有一些需要过程化处理的 就把它做成一个私有方法 比如说获取服务器的一些环境 然后得到GT库的一些信息 如果这个信息存在 然后咱们从这个数组里边获取到 你看得到是否支持GT库的数组 也是这么获取的 是否得到允许的远程访问 然后这块 是文件上传的大小 都是通过配置文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获取的 然后最大的执行时间 通过配置文件的这个选项 获取的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获取的所有信息 付给这些所有的属性 然后只需要一个输出这样的一个属性 返回 然后下标是服务器的环境 得到这个值 这个值是一个数组 那一便利的数组 这块就是件值 这块就是对应的值 那件我们就放在 这个位置 值我们就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个便利就可以了 所以系统信息或许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个结构呢 大家要清楚如果是通过一个类去设置 或者获取什么信息的话 那这个类看是不是跟数据库操作有关 如果是跟数据库操作有关 大家要把它放到model目录下 如果是跟数据库没关 是普通的一个类就可以做到 那么我们把它放到普通类下面 这就是系统信息的一些做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基本设置这块 和设置修改成功 基本设置需要获取一个设置界面 和一个具体的操作设置 它也不是操作数据库的 那我们基本设置 就是给这个信息 比如说每页文章显示数目 显示十条 一点修改 那它修改的是什么呢 其实修改的就是 咱们程序中的 配置文件 刚才显示的所有信息 都是这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 刚才咱们看到的文章显示数量 或者是评论的个数和这个随印图片 然后呢 风格 比如说现在风格 末日风格 时代经典 那我只要在这块 改变 时代经典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系统 就关掉 重新 打开 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风格 就变成了 这个改的不是这个文件 需要改两个 你看 在后台里边 风格 我们这块是 缺省的 是不变的 前台 你看一下 index的 我们就在这块 改成C AIL了 那我假如说再改回来 你看 再改回来 末日风格 修改 那我们再看一下 前台这块 就会改回default了 看到没 所以这里边任何值 比如说我们再改一些值 你看一下 包括 比如说宽度 这块是500和500 我把它改成 400和400 或者400和600 那我只需要在这块 500变成 比如说600 和400的一个高度 变下值 点修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配置文件 加载 你看 就变成600和400 所以呢 我们其他的模块 除了这部分模块 都是对数据表进行增上改查的 而这两个都是对文件的 像这个就是对文件的操作 包括操作这里边的 因为这三个都可以充当 虽然这两个是主入口文件 也可以充当配置文件 就是各自有单独配置的话 就写在单独的里面 那最主要是更改这个 所以这是对文件的操作 那对文件的操作 主要我们采用的方式正责 比如说 我想改变这个值 这些值的话 那我可以把整个文件都读到我们系统内存里边去 然后呢 变成当成一个租签读进去 然后我匹配找到这个 然后把它的值替换成我们表单输入的值即可 所以呢 我们显示 这块呢 只是我们显示一个模板 你看 首先的判断 提交过来这个状态 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 设置这个状态 否则为空 然后判断有没有系统消息 传过来 如果没有系统消息 就是水印一般为logo图片 也就是 默认这个水印一般为logo图片 比如说 再重新基本设置 水印一般为logo图片 用这个设置没传的话 如果传的话 就用传递的消息 然后把这消息和状态 传给服务器端 然后这块 最主要这个列表的所有的 所有的数组 在这块 然后把这数组拿回 在这里边显示 我们先看一下模板里边 是怎么显示的 后台 视图里边 缺绳里边 我们找一下 基本设置 看一下 基本设置的模板 这里边 前台的风格 通过这个数组里边 这个键去显示的 文章的数目 也是通过这个数组的 这期显示的 分页的数目 也是在这个数组里边 还有 水印 也是在这个里边 然后下边的水印位置 一共10个位置 就看你设置哪个位置 是01-2345 如果传过的是01-2345 哪一个就显示哪个位置 缩放的尺寸 也是这个数组里边的 都是通过realist的变量列表里边 去找到的 缓存的关键字 都是这个数组 所以这个数组 我们都是一次性通过这个来设置的 而这个类 我用了一个静态方法 跟上面对比 上面也可以用静态方法 但是我没用 这样的话 因为尽量用使用静态方法去做 好 那它也是跟数据库没关的 所以这个类呢 设置的过程 获取的过程 也是通过独立的类去写的 也属于model的一部分 但是呢 它不是数据库操作 所以在这个类里边 我们是能找到的 属于这个 基本设置这个类 看一下 这是基本设置这个类 那首先我这里边 需要用到的 因为在没设置之前 那首先通过 get set得到 配置文件中现有的设置 然后给模板 然后用realist的这个变量列表 去传递的 那你就看 get set是怎么做的 这个 上面这个就是一个 get set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项目录下 找到主入口文件 因为主入口文件中 有是否开机缓存呢 对吧 确定风格 而且在这块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个 获取到它的系统 前台的 比如说设置系统风格的 把这个常量匹配出来 然后 这块 通过 把这个 匹配出来 然后换成咱们这个内容 通过这个文件内容中 看一下 用这个 pr1g 匹配正则 按这个样式 把这个正则对应的匹配出来 放到这个数字里边去 arr的数字里边去 就匹配出来 就匹配出来 这条语句 这个是主入口文件里的 这条语句 从index文件 把这条语句 匹配出来 然后 把匹配出来的这个值 放到那个数字里边去 然后在那看 这个是匹配 start 开启缓存 也是index里边 这条语句 把它匹配出来 然后放到 br数字里边去 然后用到几个全局变量 这几个全局变量是哪个呢 因为配置文件 在这个框架之前是包含的 所以全局变量 就在config里边 这里边 这几个都是全局变量 因为上面都是常量 常量是不用包含的 而全局变量是需要包含的 那包含进来之后 这里边 配置文件的所有信息都有了 主入口文件拿过来的 在arrbr里 配用的文件在这块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块 vorealist的形成数组 就有这些了 比如说选择的样式 那就是这个样式list 这个样式 然后呢 应用风格数组 这里边的第一个 就是因为括号嘛 这里边把这个取出来 那是否开启缓存 把也是index文件的 第一个这块取出来 就括号缓存取出来 然后呢 文章的分页尺寸在这 图片尺寸 水音图片水音位置 缓存的时间 然后应用的名 关键字 网站描述 宽度 你看 这是那几个变量 从配容件读出来 因为上面是长了 是直接用就行了 那通通把信息都放到这个速度里边 这是下标 这是值 所以在模板里边 我只需要用vorealist的 就能获取任何信息 你想怎么摆 就怎么摆 那摆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当这更换水音图片之后 我用了一个GS的一个效果去做的 更新水音图片这话 然后 我们现在一点修改 比如说随便改个值 改成500 那这个一点修改的过程 他会把它提交哪呢 那你就看下 你表单是会把它提交在哪 在这个里面 这里边是form 提交给set 本模块的set 当然还有一个文件上传 那set就是到这里边去 set 到这里边设置 我直接也是通过这个 竞派方法 写配置文件 把整个表单提交过来去改 然后修改成功提交 修改失败 然后也是提交到这里边 把一个状态灵消息成功失败 就提示这个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下 upload这个类里边 我们需要有一个 这个 写配置文件 把整个表单传过来 改的就是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把这个配置文件 这种全拿过来 然后调用这个写index的什么意思呢 因为改的不光是写 不光是改 改配置文件 还改的那个首页的主入口文件 index的 所以先找一个首页index的 写这个 把index文件 我们拿回报案进来 把原来 define的样式和开始这个 这个替换成这个 第一个替换成这个 然后第二个 开始时间替换成这个 这不是传递的这个值吗 然后文件一替换 这文件替换成功 然后这是上面这个 替换成功呢 然后匹配所有的 每一个选项 替换成对应的每一个值 然后如果有水印的话 把水印重新调用这个 改变水印上传 改变水印 这是上传 上传 然后 这块改变水印 先调用刚才那自己的方法 上传 或许文件名 这块改变水印 然后如果水印存在 把水印重新设置 然后水印图片拿过来 替换成这个 也是往上面的数组里边 加两个值 然后最后整体将文件 全部一替换 那这个要求呢 除了是文件结构 最主要要求大家的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正则写的一个功夫 你得一个一个匹配出来 你得一点点做实验 匹配出哪一个 替换成哪一个 这是跟数据库的修改是不一样的 数据库咱们用四颗语字 文件咱们修改 一般的用正则 匹配出来 把对应的替换 那当需要改的是两个文件 这也是一个写成语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结构 改这两文件 也就是咱们先看到的 主入口文件 和 配置文件 主入文件和配置文件 这是这个 然后呢 更新款存 更新款存的 这没有太多的操作 我更新款存的 只是将前台的 静态 所有页面静态化 全删掉 也包括后台 咱们管理 比如说 添加文章的时候 那些临时的一些图片 那些临时的一些图片 删除 所以只是把 缓存你认为该删的东西 一次性全删除 如果做了更细致的话 更新缓存的 不一定是整站缓存做更新 可以做处发式的 比如说页面静态化 将一个文章 静态化了 这篇文章 你有修改过 或者有删除 就将这一篇文章 更新缓存 而不是全局的 更新缓存 更新缓存 你可以设置 单独文章更新 一个组下面的 或者是一个分类 下面文章全更新 或者整站更新 我这里边只选了一个 一个方式 就是整站更新 如果大网站的话 整站更新的缓存 会非常的多 那你整个更新缓存 会消耗很大的时间 所以大型的网站 都是用缓存式的去设置的 所以基本设置 下一个就是更新缓存 一点这个 控制器里边 这个更新 这个更新缓存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 删除 这个运行下缓存目录 删除 上书文章的临时 这个东西 直接一个删除 掉那个删除目录 把这个下边 所有目录都删除 把这个呢 也是所有下边目录都删除 那只这样的话 目录下边文件 我这个方法 dldr这个函数 就是在用到了 这里边主要是想要 大家用到这两个东西 类和函数 你看在函数里边 有一个专门删除 地规删除目录了 所以有的时候 咱们去用类去设置 有的时候是用一个 函数去设置 那这个我完全可以 写成个类 但类里边就一个方法 也不太好 有一个境内方法之类的 所以这块就是咱们 地规的删除目录的方法 这个呢 在咱们课程里边都是 我给大家反复写过的 所以大家如果对 地规删除目录 及目录下的文件 不理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咱们细数PVP 前面录制的视频也好 或者书上那一张 都有如何删除目录 及目录下的文件 这是 咱们通过这个模块 给大家介绍 如何 如何干嘛 如何不操作数据库 操作文件管理的一种方式 文件的管理方式 这是通过这个模块 那看一下公告管理模块 和有情链接模块 这两个模块 就没什么复杂的了 最主要都是查询的时候 就是普通的增删改查 只不过像公告管理模块 这个为什么要单独提出来呢 因为这里边用到了很多 这种插件 颜色插件 比如说 日历插件 还有文本编辑器的插件 公告 不天时间是永久 然后呢 不同插件 比如说 深色的为被设置为不显示的 红色的被设置为已过期的 蓝色的是还没有到期的 这只是几个 然后显示全部的 然后不显示 无限期的 过期的 还有没到期的 还有全部显示 等等等等 这只是一个查询的条件 如果是而止 所以这模块重点在介绍这些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模块还有重点的是改变顺序 哪些公告在前 哪些公告在后 这是有一个顺序的 你给通过编号就行 比如说 这块来个 来个8 那 改变顺序 那这个8 就会跑到这来 那前台显示的 就是按8这个 然后呢 不同公告有不同的颜色 节奏时间等等等等 那我们看一下 这我就简单的捋一下了 因为它就是传统的资设改叉 代码都在这里边 然后呢 大家可以通过观察代码 再详细的去做 那控制器 公告管理 就是这个 公告管理 那前台默认 这块是 index模块 就是这个列表显示 列表显示呢 主要是根据这个 用户的不同的一些 操作 组合成的这个 wire条件 wire条件 因为咱们这都是通过 git传递的 所以不像其他那么复杂 是否显示的 0是1的 然后结束时间的 结束时间是不在这个范围的 开始时间从哪开始的 所以呢 通过上面链接 就是咱们多搜索加分页那种结构 组合条件 但是呢 只需要组合条件 不需要组合分页 因为公告 在系组里边 咱们在一个小网站里边 那么公告个数并不多 不多的话 全显示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用分页显示 当然你完全可以加上分页去显示 这是没关系的 然后就是修改和删除 那 这块 这块 通过这个 就全部分配过去了 然后还有分配一个颜色选择器 然后调用添加 这块 如果添加 成功的话 我们拿这个 这个是更改 公告管理呢 后边的讲文章的时候 重点说 因为公告的时候 我们先把内容拿过来 内容后期更新进去的 因为添加公告的时候 也需要添加图片 前面我跟大家重点介绍过 你看上传 浏览 公告 这块 也需要添加一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删除公告的是 想把它删掉 后边到文章的时候 我会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功能 可咱们前面介绍的 一个文章添加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需要分两部分 获取这个ID 然后在这里边 咱们去把公告加进去 然后把公告存到对应的目录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上传的这个目录 Publike下面 Upload 你看 如果以正常的ID开始的 或者是你将来设置两个目录 必全放到一个下面 只要是文章的放到一个目录下 公告的再放到一个目录下 不然的话 你看45 文章有可能有45 公告也可能45 所以前面加个前缀 公告是这个 所以分成两步做 那这个添加呢 你看起来就会复杂一些 复杂一些 先了解公告 然后到文章的是咱们讲的一个重点 这就是普通一个增长改善模块 修改也是一样的 然后 更新 然后排序 排序呢就是根据这个条件 编号 你一个一个去处理的 然后删除 删除公告 公告一并删除 因为公告跟其他任何模块都不关联 单个模块操作 这里边需要处理就是这个插件用起来比较麻烦 然后公告的模板呢 都在这里边 admin 试图 选手 这个 公告 添加 修改界面 这就是普通的一些模板 都是单独的 无限期的过期的 只是有数据写上就行 添加就是一个界面 而里边呢 很多东西用的都是插件 比如说颜色选择器是一个插件 在这用就行了 然后是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这都是前面咱讲过的插件 还有 ckactor 那个插件 这都是咱们前面讲过的 修改呢 是这个 界面 跟添加界面 基本是一致的 基本是一致的 这就是公告管理 这里边记得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插件的删除图片应用 这块会复杂一些 咱们到文章的时候再对比的去说一下 管理公告 有情链接呢 有情链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个对数据表的增上改查 跟刚才公告很相似 这两个 你两个模块都写一次的话 会有一个 补充的作用 就像 也有改变顺序 然后 也有什么 不显示的 就是 不加到前台显示的和显示的 你比如说任何显示公告 这里边可以显示 网logo名 也可以 不再前台显示 那前台就不显示这个 不显示就是这个颜色 比如这个 他 只没有logo图片 这款的名称修改 这块 logo图片吧 用一下就行 然后 比如说我这个 不想显示 那么 我们在这块 加一个不显示 修改 不显示 就用这个 然后也可以改变顺序 都是可以的 这有情链接 有情链接主要是在这个地址 地方显示 在下边这个地方显示 你看刚才这个没有图片的 就去到了 这是有情链接的管理 那有情链接管理这个模块重点在哪呢 重点就是这个logo图片 我机器现在是不能上网的 如果能上网的话 那么你只要输入logo图片 他会把这个logo图片直接下载到本地 比如说 htt冒号 3w点 假如说 好 假如说那个 现在12306.cn 对吧 下边的logo.gf 一个图片 网站名称 12306 比如说跟他连接 订火车票的 那这是地址 这写错了 这是地址 这是logo图片 看一下 然后网站名称 这是一个 订票系统 然后联系人 比如说admin 然后email admin tray12306.cn 然后显示logo图片 在网站前来写logo图片 网站名称 然后用显示 一点添加 你看 这块也会有一个logo下载失败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上去网 你只要写对正确的logo 怎么能写对正确的logo 你只要右键 你看啊 图片 另存 这块 属性 只要写对正确的地址 放在这就行 有的网站 没站过来啊 属性 复制 右键 右键 粘贴 看一下 添加 添加他成功 然后看一下 观众有情连接 这个 属性 你看他logo 是localhost的这个图片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个 你在 添加这个 有情连接 logo图片的时候 有的网站呢 是直接 按这个地址 就把图片放在这了 所以呢 每次图片都得 到远程的服务器 去下载 加载过来 万一那个网站 比如当掉了 你这块的图片 在你页面也是 下载不到的 所以呢 咱们这边 一般的logo的图片 都采用的方式呢 因为 都把这个图片 下载到本地 和上传不一样 下载到本地 也很容易做 主要是怎么做呢 远程读取那个文件 然后保存到本地 那保存本地 我这不是用 随机命名的方式 用什么命名的方式呢 用 因为我这里边 输入会有一个 rtdp 后边这是一个ur ur中间是一个域名 是一个域名 因为你添加这个 logo图片的时候 肯定都是一个网站 有一个logo图片 所以呢 每个网站的域名不同 它的logo图片 就用域名命名的一个图片 那既然用域名 不是通过上面地址 而是通过下边这个 那 你平时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通常都是一个地址 loghost的 然后再添加一个 还是就是通过 它会截取到这个名称 域名 loghost的 那你每次都用loghost的 所以它图片都是loghost的 那都是本级的 所以这里边你看这图片都是一致的 如果你现在是在网上 你输入不同的域名的话 你看图片 这个图片下载我命名的属性 这就是什么 呃 你看这个文明名 3wh 百度的gf 是这个 然后peerp这块属性 你看这是 呃 peerp.net这个 然后你看这块属性 就是 imagine 什么点新的 这个域名 用域名 域名的一个图片 而这几个 你看都相同的 都是什么呢 你看 localhost 因为你总用本级的图片 如果上不上不了网 上不了网的情况下 你经常用本级做实验 所以呢 logo的图片的名都是相同的 所以是一张图片 所以这是有很多网友问我的问题 说为什么说logo图片都是一个呢 我换别的 他怎么是把原来也覆盖了 因为你添加图片的地址是一个 那图片肯定就是一个 按域名命名的 虽然比如说 你这个 假如说 我用这个地址 你看 但这域名也是localhost的 虽然我改这个 你看下边这几个都会变 因为这几个都是用本级做的实验 比如说 假如说我修改修改第一个吧 你看 比如换logo图片 我这块再重新粘一下 属性 复制 粘贴 这块有缓存 我这块需要 刷新一下 当然这个地址没截取成功 还是loghost 刚才那个应该是复制错了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原理 那我们看一下代码 这个下载是怎么下载的 因为有好多网友问过这个问题 先从控制器来看 那有情链接是flink 看一下 这块的index的显示列表 当然显示列表这块也根据显示和不显示组合的一个外条件 当然这块有情链接一个网站也不多 没有说有情链接加载几万个的 所以呢 也就是百八十个顶多的了 所以呢 也不需要用分一 这个是和公告类似的 添加有情链接找到么吧 这块插入有情链接 那最主要就是判断这个logo 这块有个下载logo的 从model这块有个logo 然后修改 然后更新 更新的也是换下logo和删除 还有排序跟公告一样 这有排序有这么几个操作 每个在这里边 然后你看这个当落口写在哪了 就是下载logo 这块也是用了一个反例 你看 我把它写到model下边了 有情链接 你看好了 这有情链接 在这个这里边 你把这个下载放到这里边 这是咱们用的专门一个法例 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不合适呢 因为放到这个下边 尽量都是用一些什么 跟数据库表有关的操作 而这个下载logo是不需要跟数据表有关的 是不需要跟数表里边 你就用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写成model 这是大家经常说model和那些什么第三方的类呀 和函数混的地方 你就记住一个规则 跟表有关的才在model目录下建一个这个 跟表没关的 那你就是用函数用类就可以了 这都属于操作嘛 那这里边你看我们先解析这个用名 域名 所以通过这个ur里边 主机把这主机拿过来 把那个ur图片拿出主机拿过来 然后把这个点换成下滑线 重新露另一个名 logo名 就这个嘛 按这个logo的ur拿过来之后 按点去分割 然后取出最后一部分 连出最后一部分就是那个扩展名 你下载那文件的扩展名 他原来是gf 你还是用gf扩展名 然后前面呢 就是把主机部分 域名部分都命名这个 所以经常做生有lock host的 存到哪去呢 存到这个地方 那怎么存 这是有新命名了 你只要把远程文件的logo图片 内容拿过来 然后写到你新命名的本地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嘛 这位置就路径加文件名 数据 然后返回logo名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比上传处的还简单 就是远程读文件 远程读文件 大家经常读文本 人家很少读图片 读图片 因为两个是一回事 那有情连接的这几个摸板 界面也是很容易了 主要是看大家样式的处理 如何了 样式和gs 那有情连接 flink flink 在这块 一个摸板也很简单 有添加界面的摸板 因为他用到的插件不多 就是一个表单 是否显示 然后修改的摸板 跟他基本类似 但是两个别组合成 用一个去用 然后下面就是列表 摸板 就是便利一个数据而已 所以这里边 有情连接的重点是 如何下载logo 如何下载logo 公告管理的重点呢 是 公告管理重点是 如何使用这些插件 如何使用这些插件 和多个条件的 不同查询 这都是为教学写的 不同条件 查询的时候用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没给你一个一个写 所以你要通读一遍代码 反复去做 当然这里边有本代码 是不合理的 大家要清楚 你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改 可以去设置 比如红色的 比方过期的 蓝色比方是没到期的 深色的比方是禁用的 现在是全部的 这里面没有禁用的 然后公告管理 还有一个 当时到文章管理去说的 就是什么 添加文章和添加公告 都要添加图片 那图片如何上传 和删除公告 删除文章的时候 如何将上传的一个图片 给删除掉 常规设置这里重点是 要分清楚 它里边所涉及到的model 是写在哪的 model是写到 是用类和函数去做 这里边分别 重点是 要你了解 什么时候用函数 什么时候用类 而这里边 常规管理重要还有一点 它的处理 不是处理数据库 而是处理文件 你要清楚这几个重点 所以这个重点是处理 这三个 处理的是文件 就是更新缓存 也都是删除的目录 这个是更新的 所以 就是因 主入口文件和配置文件 系统消息是读 一等信息消息 这里边用到了 用删除缓存 删除目录 用到了函数 那如何在项目定义函数 这里边 这两个里边用到类 如何用到项目里边 设置类 这里用到插件和删除 这个用到了下载logo图片 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咱们这个重点的地方 因为其他的呢 你了解整个咱们框架的结构 其他就没有必要好说的了 你只要捋一下代码 看一下模板 然后界面 看一下样式和GS 就OK了 好 简单下这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几课我们主要介绍了三个模块 这三个模块都是有比较有代表性 有特点的一些模块 而不是说专门让你去学这三个模块的功能 如何实现功能上都比较简单 只是里边有一些特点的地方 都是做项目 经常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就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重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图伤悲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年不觉晓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理念 在庭院学习修PAP 助理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正在学PAP 不许 哇哦 中文字幕——YK